大家好,我是中医劳 有很多我们胆囊解食的患者 他在留言中提出了问题 就是他在看诊之前需要准备哪些资料 第一个超声 超声对于胆囊解食的大小多少有很明晰的阐述 还能够根据胆囊壁的描述和胆囊的大小的描述来看胆囊的功能 是否伴有炎症 是否伴有胆固醇沉积和吸收 同时根据大小看是否存在急性炎症 胆囊颈的卡压还是胆囊萎缩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你做过腹部CT你也带着 但是没做过也可以 CT和超声相结合 可以大概率诊断解食的质地 调整服饶时间 第三个就是肝宫 胆囊解食的患者 让你做肝宫的目的 就看看有没有胆质淤积症 主要我们看胆红素的增高 还有胆质淤积症以后 也会出现转胺霉的增高 当出现转胺霉增高以后 那么我们在治疗过程中 要加了一些宝肝降转胺的药 同时如果胆红素提高 那么我们轻热力胆的药物 相对多加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血脂 血脂我们首先看 低密度质蛋白是否高 看看我们胆固醇代谢功能 是否异常 如果低密度质蛋白也高 那么我们相对会加一些 降脂化痰的药物 相对就多一点 以上所需要大家在就诊过程中 所要带的诊断资料 在胆囊解释的诊断过程中 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 同时对你的诊查 对你的治疗方案和药物的配补 也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的观看